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你们都看了第一期吗 看了 看了应该知道 我们在第一期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去年节目播出的时候 有人把弹幕指出 左边的那个脸更大 所以呢我们在第一期就吐槽了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我就想 只要我自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就不会有人再说我脸大了 现在第一期播了 所有弹幕都在说 你不说我还没发现呢 然后呢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私信 你们俩好像啊 姐姐看着妹妹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自己在照放大镜啊 还有这样的 你们俩好像啊 脸大的那个 要是想躲在另一个后面 会不会看起来像御环石啊 御环石 搞得我都有点想减肥了 我就发现好像女生现在特别容易有这种身材焦虑 因为很多人就会说 减肥就是励志 胖就是堕落 身材不好 还有点不道德了 那要是别人问怎么区分我们俩 我就说 你仔细看 我的脸比她更堕落一点 而且现在大家对瘦的追求 真的越来越疯狂了 女生应该知道啊 今天有一个品牌的风格 特别火 叫BM风 就是那种短上衣超短裙 这家网红店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家衣服只有小码 这算什么特色 这不就断码了吗 我们真的去逛了那家网红店 在他们家排了一个小时的队 一直在担心会不会穿上不好看 结果发现 穿不上 然后我就硬穿 结果腰那里就特别勒 但至少它还能穿进去 我都穿不进去 不是腰穿不进去 是头穿不进去 我觉得这家店 穿不上的你就不要让进了嘛 你的门就不能重新设计一下嘛 你就把门换成一张 只有BM女孩能钻的高压电网 王妍也是小码的 让我们这些PT女孩 普通女孩 长长记性 但是还有很多普通女孩 想穿上这些漂亮的衣服 因为我们从小都是被这样教育的 比如我妈跟我们讲灰姑娘的故事 谁能穿上水晶鞋 谁就是公主 大姐穿穿不进去 二姐穿穿不进去 只有灰姑娘脚小能穿进去 我妈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漂亮衣服就是小码的 然后王子跟灰姑娘说 嫁给我享受荣华富贵吧 灰姑娘说 哎 你那点钱 我还不如去投资 做大马女装呢 现在只要你上网 就有无数次机会 觉得自己胖 最近我们看到 两条女团的热搜 第一条是 乘风破浪的姐姐 金沙带衬吃饭 金沙吃饭的时候 直接掏出一个衬 吃它那盘小沙拉 我一开始都没看出来 那是一盘沙拉 我还以为是一叠炸彩 另外一条是 创造影的热搜 他们让一群女孩 比谁腰戏 搞得两排栏杆 中间的缝越来越小 看谁能从中间穿过去 我就想 练出这么细的腰 是有什么用 难道是要成团以后 一起组队 去地铁里逃票吗 最后真的只有一个人 通过了那些栏杆 是一个腰宽 18.5厘米的小女孩 我当时就想 他们选出一个 这么瘦小的小女孩出来 是要干嘛 是要献给金沙吃吗 最过分的就是 还有什么身材挑战 什么反手摸肚脐 锁骨放硬币 我的锁骨上 为什么要能放硬币 是有什么好处吗 是我在这里讲脱口秀 如果我讲得好 你们会往我锁骨上 扔硬币吗 有用 为什么你也有用 只有老板有用 对不对 轻轻的 来了 来了 讲着讲着 你们一扔 我们就用锁骨一接 我们就像旅游景点里 许愿池里的两只王八一样 我们俩要是 许愿池里的两只王八 那我挣的肯定没它多 看着我们 你们都会说 扔这个 这个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